你在看韓國瑜跟丁守宗 跟特席的運動 國民黨一定認為韓國瑜 所以韓國瑜可以不要上來 裝死亡的時候上來 就在11月11號很快就到了 你到時候想像台北那個場景 國民黨六度候選人 只有一個人可以讓他到 對 韓國瑜 那所以國民黨 其實也是要放棄丁守宗 難道不是嗎 六度大家就是說好啊 因為政黨所提名候選人 基本上一起同台 這個是一個很基本的態度 對 那韓國瑜為什麼不要到台北 跟丁守宗站在一起 因為韓國瑜大於國民黨啊 或者這麼講 國民黨認為韓國瑜的機會 比丁守宗好 所以怕他跟丁守宗 站在一起的時候 有一些南部的cover 會不會因為這樣子 因為可以反過來想 也就是說韓國瑜留在高雄 對於高雄的狀況 對國民黨的利益 很大於丁守宗 所以國民黨認為 韓國瑜當選的機會 在高雄當選的機會 就比丁守宗 因為比丁守宗好嘛 對 氣丁寶 一定是比丁守宗好嘛 所以韓國瑜就是要努力拚嘛 一直衝嘛 這時候丁守宗太毒藥了吧 丁守宗跟韓國瑜站在一起 韓國瑜的票就少了 那我覺得丁守宗不是 這不是丁守宗 是國民黨 否則你怎麼解釋說 離投票那麼近的時候 韓國瑜的那個變化是說 從一開始 最初的時候是說他可能會遲到 因為在高雄參加反攻 活動兩點開始 遊行你不能馬上走 然後你再搭高鐵到台北 一定是後段 到最後這件事嘛 大概就不來了 也就是說你想想看 台北那個大罩市裡面 國民黨只有五孤候選 我覺得最可憐的 最可憐的丁守宗 大家全台灣都知道這個事情 丁守宗我還丁守宗 韓國瑜現在是比丁守宗重要啊 如果他在高雄參加反空屋 在坐高鐵 在這場國民黨的大合體 缺席啊 最後的時候他忽然出現了 那才是聲勢高啊 不用啦 所以我覺得這個理由 我到目前為止我不太想 因為韓國瑜要不要來台北 這件事情 它是漸進式的放話 對 所以現在你才知道說 那天報紙才寫 那就要缺席 你又在高雄 交易也挺這個 請賣這個東西 我覺得這個是有很大的意義 因為長期而來有一些人 就是在營造所謂柯粉跟 韓粉的這個河流的這種氣氛嘛 然後就想說 韓國瑜如果上來台北 跟柯P合體 或是柯P下去 幫韓國瑜這個扶捨站台 不是在上個月前 有人這樣子講法嗎 對 可是你看 小野這樣子就是說 就是假如這個事情 是不可能發生了嘛 那事實上 韓粉跟柯粉 現在也發生嚴重的衝突了 真的嗎 現在是爭風吃醋啊 因為現在韓粉在網路上的聲量 已經高於柯文哲了 柯文哲其實在回應 有關於韓國瑜的聲量問題的時候 其實也有一點酸酸的 就是說我們演很好啦 怎麼樣怎麼樣 沒有什麼重大的衝突 其實但是私底下 對於柯 對於韓國瑜超越 柯文哲在網路上 對 我一次 柯文哲的第一次吃了敗仗 他性命是很不爽的 是 他傳給旁邊 是一副很不服氣的樣子 就是什麼很了不起呢 怎麼可以贏過我這樣子的 所以說柯粉跟韓粉的會合 是當然對 如果你在台北會 當然是對丁手中有應 但是對韓國瑜 他除了有柯粉的體制之外 還有國民黨這個包袱 對高雄人 高雄人來講 是不可以承受得重喔 因為很多朋友在高雄 只要想到韓國瑜就算了 因為他現在是打 非典型的國民黨戰爭 但是他想到 韓國瑜後面的國民黨 國民黨又要回來統治高雄了 這句話他們就覺得很火冒山葬 覺得沒有辦法接受 過去的國民黨把高雄 弄得這麼治理 這麼糟糕 現在就是打一個韓國瑜的旋風 就要迎回來高雄 這個東西會不會讓人家扶起 真的沒有辦法讓人家接受 我補充一下 事實上 不用給聽 要來上節目之前 我特地跟丁守中的陣營 通了電話了解一下 的確到目前為止 他們都還不確定 韓國瑜是不是 11月11號 是不是要北上一起合體 我要講第一個就是說 11月11號這個活動 本來就是丁守中委員 他自己辦的 一開始就是他自己辦的 後來黨部覺得說 這個活動可以大家 一起來聯合造詩 所以也邀了韓國瑜 可是現在韓國瑜最大的問題 就是我們上一段 一直在討論韓國瑜旋風 我說真的 真的太多人想邀他了 我跟大家報告 還有其他縣市的候選人 不管是縣市首長 甚至是議員 都想邀他 對 所以他在時間非常緊湊 我坦白講 有一些縣市長 甚至要邀他 幾乎已經在選前 幾乎不可能了 大家也很失望 那我要講就是說 我是說如果要把他 要把他無限上綱 或者說怎麼樣 他怎麼 是不是不挺丁守中 我想這言過其詞 畢竟都是國民黨 提名的候選人 那當然我也希望說 可以合體 可是在現實的環境 或時間上有沒有可能 我覺得這個要再 我覺得你們丁守中 自己還是要努力 你知道有北投區的選民 已經打電話去給高雄的親友 說請支持韓國瑜 然後我問他說 那你為什麼不幫丁守中拉票 你剛剛說藍營的人 他說沒用的 因為丁守中 連在北投造勢他都看不到 所以你應該 會加油 你應該丁守中 自己要努力 沒有 我跟你報告 那個候選人再怎麼做 再怎麼讚 還是會有人看不到他 這一定的 那如果說做了不夠 繼續努力 選前 雖然只剩下一點時間 19天 但就是做到 讓大家滿意為止 晚間10點 盡情鎖定 站著到了